左南地區是高雄市最有機會為國民黨贏得一席立委的地方對不對 說實話過去兩屆左南地區讓劉志芳當選 是我們左南地區國民黨是國民黨在左南地區的失敗 也是一個莫大的恥辱 左營男子怎麼會國民黨的候選人會落選 因為想不到的為什麼 就因為呢大家覺得有機會當選 因為有機會當選每一個人都要來搶 因為要搶所以就不團結 因為不團結你扯我後腿我扯你後腿 只要是你我就反對你 只要是你我就反對你最後就落選了 道理就這麼簡單 我們在台北都看得清楚在地一定看得清楚 對不對所以你只能有本事推一個人 而且集中推一個人全力支持一個人 都不一定贏喔 以目前的情況因為眷村改建 外來人口移入等等 因為左營地區慢慢慢慢 原來台積電說要來啦等等 所以越來越發達等等 外來人口很多 所以情況跟以前是有點改變 但是呢對藍營來講還是有機會的 而且平常你講對藍營的選民也不公平啊 藍營的支持還是很多啊 不多韓國瑜怎麼會當選高雄市長呢 所以表示支持人還是很多啊 但是高雄的八個地方選出來的立委 沒有一個國民黨籍的 這不是很奇怪嗎 這不是用不分區能夠彌補的 區域立委就是區域立委 區域立委跟不分區是不一樣的 區域立委是在地選民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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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出來的 非常重要的 跟選民的連結 跟地方的連結 不是區域立委能夠做到的 所以各位左南地區的父老 這一次我覺得 大家如果真的能夠記取前兩次的教訓 張學校那次輸了差不多三萬票 黃昭聖那次輸了一萬五千票 其實都不多啦 只要再加一把勁 再努力一點 就非常有機會能夠贏回來 所以我希望啦這一次 這次呢這個在大家的支持努力團結之下 大家能夠把左營 左南地區的立委贏回來 至少贏這一席嘛 當然其他地方也有機會啦 如果左南地區都贏不了 其他地方就很難了啦 左南地區贏的話其他地方還有機會啦 他是一個指標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非常這個 欽佩余主委啦 他也不是職業黨工 民間人士 這麼出錢出力這麼多年 這不容易啊 真的是不簡單 假如每個地方的主委都像他這樣 國民黨也能夠站起來了啦 也能夠重新執政了 那這一次的活動 我講過 剛剛有記者問我 這大概是全台灣唯一的一場 我本來一直主張 候選人就是應該把自己的政見講出來嘛 講清楚嘛 讓大家能夠 能夠互相的了解嘛 你看美國總統初選 拜一年耶 一個州一個州 搞一年的美國總統初選 這一年過以後 大家都知道每個候選人 他的主張是什麼 對不對 他的優點什麼 他的缺點是什麼 都知道啦 不是很好嗎 是免費的宣傳啦 所以你看 在做這麼多媒體啊 你平常他們來要花多少錢 才能夠去登個廣告 他今天報導你啊 候選人主張什麼 立刻就媒體就傳播出去啦 我們一方面說 哎呀媒體都不報導我們 你不辦活動 媒體怎麼會報導你們 你沒有主張媒體怎麼報導你們 你沒有動作媒體怎麼會報導你們 所以各位好朋友 一方面呢 這個謝謝余主委的這個熱心啊 三位候選人的這個參與 剛好感謝各位在這麼熱 真的很熱耶 我一下子高雄 哇這高雄太陽這麼大 雖然我伏兵一說在鳳汕衛舞營 這個八九七八九月三個月 哇真的很熱 那台北那個天都悶悶的 到高雄來哇陽光普照 就代表我們南部人的這個熱情 那也非常好 所以呢 這個我簡單的講就是 希望主要的目的 其實我們三位才是主角啦 聽聽他們講 他們為什麼能夠贏 他們贏了以後要替台灣做什麼 他們贏了以後要替左南地區做什麼 我覺得這是更重要 大家也想知道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趙董事長 趙先生那個左南區的 我們立委的提名啊 那因為昨天跟前天好像某一些參選 他們對於這個黨收回這個機制 好像有點不太滿意 你怎麼看 我他們之間好像是 原來五個人有協調嘛 那後來 孫先生跟張先生都退出了 那我是覺得 還是大家應該照這個機制來走 就是說照最後協調的結果 那你現在 昨天沒登記 那沒登記那怎麼辦呢 你不可能 我覺得是 左南市國民黨在高雄 最可能最有機會當選立委的地方 如果這個地方都沒有當選 其他地方機會就更渺茫 所以大家真的要捐據成見 這個集中意志集中力量 要把這一席 這個把它搶回來 沒有道理這一席拿不到的 所以不可能容納兩席的 你只能 只可能有一席 至於這一席怎麼出現 那我想就是 大家必須要商量嘛 要討論 有一個公平的方法 我常常覺得一個公平方法 像今天為什麼來這裡 這可能是全台灣的唯一一場 這個有候選人辯論 候選人發表政見的這個 立委的場合 其他地方沒有 我沒有看到一個地方是這樣的 我其實鼓勵這樣的做法 應該要做的 不應該只有左營 左南一個地方做 但是呢既然左南做了 那我們就把它好好做下去 等我們就看嘛 看誰講得好 然後呢誰能夠獲得民眾的支持 我們就支持誰嘛 只能有一席 不能有第二席 不能有兩個候選人 只能有一個候選人 可是張賢耀他可能會參選到底 他不會當選的 如果他自己 如果這邊提一個人 他又參選怎麼會當選 兩個都落選的 所以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要參加這個 今天的這個活動啊 你不參加活動 你在外面怎麼辦呢 無論如何 他口才也很好 來參加這個活動不是很好嗎 我不懂為什麼 他們到底想些什麼我不懂 你不可能左南區國民黨 不可能有兩個嘛 你兩個的話必敗嘛 你只能有一個 好不會 那講一下關於這個鍾佩軍 你就是說 對 這個秋季態度的部分 好像有一點冤枉 我想這個 有些誤會啦 那 既然佩軍有一些疑問的話 我昨天在臉書也回應他了 那其實事實很簡單 我是大安文山的台北市議員 那我在這邊住了二十多年 那他是我民意的出發地 那回到大安服務 這本來就是我的 一個當然的選擇 那至於其他地方的選舉 也謝謝台局我啦 我哪有什麼能力去理浪別人 優秀的那麼多 那至於他關心的酒駕跟 論文抄襲的問題 坦白講 這不是 我們講基本的常識嗎 我也反對酒駕 我沒有酒駕過啊 我也反對論文抄襲啊 我也沒有論文抄襲啊 那我很早就是這個立場沒有改變過 所以但是如果佩軍 對這個有疑問的話 那也沒關係 那我就再次說明 我反對論文抄襲 我也反對酒駕 現在拚的是大安區立法委員 一起正能量 拚大安區的建設 拚大安區的服務 拚大安區的政見 有提到說其實不是選的 不是這個八德大新 大新復興 而是鬼傘 然後還是為了這個牛許庭 這部份給掌握 這個影響 事實上 我本來在桃園簽的時候 我簽的是鬼傘嘛 那我想這個牛許庭也很清楚 當時我們的互動很緊密 我也很鼓勵他 如果連任議員以後 可以來繳足這個立法委員 所以事情其實就那麼單純 換言之對我來說 大安區就是我的一個 我覺得理所當然的選擇 那到大安區服務 這是我名義的出發地 那繼續為大安加油努力 可是 黃哥你昨天說 他把兩件不要情做因果連結 但是剛才中配局 他是說 因為你之前在二月份的 像廣播的時候 曾經有提到過 他說你自己那時候 有考慮時針的招選 我要講的是 評估的過程當中 每個選區都會評估 對啊 每個選區都會評估 但是我選擇就是大安區 所以 真的也不要把我想得這麼偉大 當時其實我也跟孫大謙 我們也是好朋友 所以事實上我也提到說 巴德在地生根 還有孫大謙 那當然邱基泰他有興趣要參選 那是他參選的一個想法 那時候可能還沒有包括酒駕論文的事情 所以對我來說的話 如果照這個邏輯推演下去 上屆陳志忠選這個小港前鎮的議員 那我上屆是選大安文三議員 難道是我去禮浪陳志忠嗎 你不能把我沒有選的選區的所有選區 都當作是羅志強的禮浪 羅志強沒有這麼厲害 那我現在很辛苦努力 就是在拼我大安區的立委選舉 那就是繼續努力 那你會不會覺得他把評估 然後變成說你必要的 這樣會不會是有點要充滿的想法 沒關係啦 可能他有點誤會啦 那我說過嘛 誤會解開就好 那解開誤會繼續努力 那初選嘛 就是大家各自在各自的這個立場 角色上面爭取選民的認同 誤會解開就好 翔哥你會不會覺得 因為包含了王欣宜跟楊梓斗 他都有替你站下 甚至覺得黨內現在這樣 好像有點撕裂 忽構厚道 那您自己是不是也有一點 為王欣宜暴躯 那心情是不是有受影響 其實我個人都還好啦 就是因為要參選 要受到檢驗是自然 那我要特別謝謝 像高金書美委員 還有王欣宜議員 真的萬千的感謝啦 就是說這段時間 對我來說不是孤軍奮戰 那蘇美姐是第一時間 站出來相挺自強 那我們在不管是拚公投 還是拚這個監督民進黨政府 我們都是一直並肩作戰 那像我們在立法院 我現在也是高金書美委員的 這個選服主任 那大安區選服其實我們一直在接 也解決了很多選民的問題 那至於王欣宜的話 那當初其實他就是在大安區被稱為陸軍一姐 那不管是選民服務 不管是這個選民的認同 跟在議會的經驗 事實上當初我確實評估 欣宜是我最可能的一個初選競爭的一個對手 但他就說了一句話說 羅志強成全張善政 那王欣宜就可以成全羅志強 雖然大氣的來接了我的精選總幹事 那但是我真的覺得有點對不起他啦 就是因為他大力的支持志強 結果現在受到一些這個牽連 那有點心疼 那總而言之只剩一個禮拜 那風波總會過去 那接下來還是要大家一起 攜手努力的往大選來去奮鬥 所以我會繼續加油 也謝謝欣宜 謝謝高金書美委員 選最能夠當選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志強是最能夠當選 這個大安區的立委的 我再重申一遍 我反對酒駕 我也反對論文抄襲 那至於其他的部分 說真的黨中央我覺得也看到他們曾經搞 那我想黨中央說的夠清楚了 那我的立場很簡單 我反對酒駕 我也反對論文抄襲 請說我保持人命 謝謝你 響鐘 謝謝大家